神中科 效法 主耶穌 大家好 歡迎收聽神中科 效法 主耶穌 今天是12月22日 題目是《上帝等著接纜一切悔改的人》 全神節在二世結書11章19-21節 在此 主已清楚啟示祂拯救罪人的旨意 很多人對於主願不願意救他們表示懷疑和不信任 他們所採取的這種態度有損他人對上帝神聖的看法 那些抱怨他嚴厲的人實際上是在說主的道不公平 他很顯然地回搏這些罪人的詆毀 你們的道豈不是不公平嗎? 當你們不悔改、不理起你們的罪的時候 我能夠卸免你們的過犯嗎? 當罪人悔改並且理起自己的罪 好讓上帝能夠和他同工以尋求品格的完全的時候 主必定接納他 上帝在為世界的罪像是他的兒子的時候 其目的就是要令人可以得救 不是在犯罪和不義之中 而是在於令他離棄罪 洗滴自己品格的衣服 並且將知在羔羊的血裡洗白 他打算在人的心裡除掉他所憎悟的罪 但是人必須要在這項工作上跟上帝合作 放棄並且憎恨罪 因為信接受基督的義 神要跟人要這樣合作才能成功 我們應該留心 不要被懷疑和不信留地步 免得在我們絕望的心態裡抱怨上帝 向世人誤表他 這個會令到我們置身在撒旦的一邊 他說可憐的人我憐憫你 在罪底下悲痛但上帝沒有憐憫 你抱著一絲希望不斷期待 但是上帝丟棄你等你滅亡 並且在你的不幸之中感到滿足 這樣是一個可怕的欺騙 不要聽從那個試探者 而要說耶穌已經為我而死了 令到我可以活著 祂愛我不願我滅亡 我有一位滿有同情的天父 雖然我濫用了祂的愛 浪費了祂厚恥給我的福慧 但是我要起力 到我天父那裡去 說我得罪了 從今之後我不配稱為你的兒子 請你將我當一個容公 這個比喻是告訴你浪子會如何受到接納 相離還遠 祂的爸爸見到的時候就動了慈心 跑去抱著祂的頸 連連與祂親嘴 聖經就是這樣描繪了上帝樂意接受悔改 迴轉的罪人 今天的神中課就到這裡 歡迎大家明天繼續收聽 請看